大家好,这里是宝马街服务中心,这期我们聊聊如何辞退葡萄牙永久合同工人需要赔多少钱才能解决 众所周知,葡萄牙劳动法是非常具有社会主义性质,偏向于工人阶级的 因此在葡萄牙作为雇主,要辞退一位有永久合同的员工 需要付出许多法律规定的赔偿金,才可以好聚好散,不至于最终被员工告上葡萄牙法庭 那么,我们需要赔多少钱呢?这里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来做说明 首先,雇主不可以在无理由的情况下辞退员工,除非存在一下极点原因 公司关闭,双方协议,员工自身原因,集体解雇,工作岗位消失,对工作不适应等 如果雇主无理由辞退员工,是要付给员工一定赔偿的 假设员工在2018年1月1日签订了永久合同 在2023年9月30日雇主无理由辞退员工 根据劳工部提供的信息,雇主大约要赔付给员工3496欧元 如果雇主与员工签订的是定期合同 假设员工在2023年1月1日签订了一年期的合同 在2023年9月30日雇主无理由解雇员工 根据劳工部提供的信息,雇主大约要赔付员工456欧元 当然,合同到期,雇主不续约是不需要赔偿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当有员工离职或雇主合理辞退员工时 是需要提前通知的 根据合同期限不同,要提前的时间也不同 合同有效期在6个月内的,要提前7天通知 合同有效期在6个月到2年内的,要提前30天通知 合同有效期在2年以上的,要提前60天通知 具体的事例要具体分析,以上内容仅做参考,你了解了吗?